大家好 我是小哈 最近呢 我收到一個 我自己覺得蠻厲害的商品 對於有在健身 還有外食租 我自己覺得還蠻有用的 是什麼商品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即時雞胸肉 這款商品呢 還蠻厲害的 我自己覺得啦 它冷凍庫拿出來 只要泡熱水12到15分鐘 就馬上可以吃了 不用另外烹煮 也不用微波 也不用什麼大火煮滾 NO 都不用 只要用熱水泡過就可以馬上食用 它有五種口味讓你挑選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我一天也吃不太那麼多 那我今天先吃兩種口味給大家看看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在用熱水泡雞胸肉 然後它的用法非常的簡單 冷凍庫拿出來以後 用熱水泡雞胸肉 記得熱水要蓋過雞胸肉喔 然後泡12到15分鐘 泡完以後就可以吃到好吃的雞胸肉了 第一份蒜頭辣椒出爐啦 這笑出爐了嗎 我也不知道 那攝影師可不可以來個特型一下 有沒有 這一份還蠻大片的 而且有沒有發現 它的醬汁也算蠻多 因為我是懶人 我真的還蠻懶的 所以我打算直接食用啦 嗯 你們要雞胸肉 特寫特寫 有沒有 厚度有厚度有 然後雞胸肉吃起來啊 QQ的不柴欸 所以它叫蒜頭辣椒 蒜味呢不會這麼的重 算是香的 然後它的辣算是微辣而已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看是哪一個口味囉 第二個口味呢就是奶油田園南瓜 來幫攝影師來Cue一下 有沒有 一樣的大片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它的 應該是奶油南瓜醬吧 該有的厚度也有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 不會柴 雞胸肉最怕什麼 就是柴 奶油南瓜醬啊 我覺得很適合來做義大利麵 自己做義大利麵啊 搭配它的雞胸肉 醬也不用再另外挑了 直接拿它裡面醬多奶冷包 我覺得蠻適合的 然後還有三種口味我們還沒有要介紹 所以接下來看看我們還會吃哪三種口味囉 現在是第二天 我們又來吃雞胸肉啦 現在我們要吃的是正宗麻油雞 現在我們來看看正宗麻油雞長什麼樣子 它裡面呢有薑片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雞胸肉 這個醬汁呢就是麻油雞的醬汁 然後我們就來試吃囉 欸真的有麻油雞的感覺 我那時候啊 我吸太大口了 噢 那時候麻油味真的蠻香的 我會蠻推薦就是 煮一點麵線 這樣有在減肥嗎 好啦不管 煮一點的那種細麵線 搭配這個 可以做個很簡硬的料理耶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下一個口味囉 再來就是奶油松露蘑菇 我們來看一下 我沒有做任何調配喔 包裝直接打開就這樣 螢幕看上去是法式的感覺嗎 反正就奶油松露蘑菇就對了 重點是味道 我們來吃吃看囉 喔 因為吃起來啊 有那種 白醬 就義大利那種白醬的感覺 這也好好吃喔 不會太鹹 如果喜歡吃那種 義大利風味的 喔 白醬風味的人啊 我覺得還蠻推薦這口味的 接下來我們來吃下一樣囉 最後一樣呢 叫義式蒜味茄汁 我先來看一下 雖然我打開的有點醜 大家就加減看啦 他就是義式蒜味茄汁 我在講廢話嗎 他打開的包裝呢 跟三個有點差別 剛剛比較像是白醬感 這次就是紅醬的感覺囉 馬上就來吃吃看 他吃進去啊 番茄味很香 但是蒜味沒那麼重 怕蒜味的人不要太擔心 其實他蒜味沒有想像中那麼重 以上就是這次即時機修肉開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連結購買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跟粉絲團團長 掰掰